安装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步骤十分简单 只要依照以下的步骤就能完成 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备有各种零件和辅助器材以方便安装 第一个步骤分流开关 将两边的出水口及入水口的螺丝帽拆下 然后将螺丝帽套入两条连接管 再进入热水一会儿 让它膨胀以方便套进分流开关上 把螺丝帽锁紧 接下来将水龙头出水口处的螺丝头拆下 再把分流开关锁上去 量好水龙头和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连接处之间的距离 之后剪掉连接管 用塑胶结将两条连接管绑住 作为固定用途 再剪掉过长的部分 现在将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连接处的螺丝帽拆下 将它套入那拨进分流开关入水口的连接管 再插入进水的连接处 将螺丝帽锁紧 用塑胶结把两条连接管绑住 剪掉过长的部分 这个时候 再测量出水连接处所需要的长度 剪掉多余的部分 把螺丝帽套入连接管 将连接管插入出水的连接处 锁紧螺丝帽 就大功告成 打开水龙头 将分流开关调至水平 就是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过滤净化后的饮用水 在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安装完成后 先让净化水流至20分钟 以事先清洗和过滤一遍 之后您就可以放心饮用 Pansonic天然纯净水 另外 您也可以使用绿锈测试剂 来检验饮用水 是否含有绿的成分 很明显的 Pansonic天然纯净水的水质 清澈透明 证明不含绿 为了确保我们长期性 所饮用的净化水 洁净清甜 所以当您发现 净化水的水流变小的时候 就表示 是时候该清洗第一支滤芯了 首先 把滤水机的外壳打开 共有六支滤芯 每支滤芯以一到六的号码 作为标记 小心拆开水管 利用所提供的工具 来打开第一支滤芯顶部 以逆时针方向来转动滤芯 扭开滤芯顶盖 把滤芯小心取出 在取出滤芯时 要注意别让它擦到铜管 以免刮损滤芯 把滤芯放在开着的水龙头下 用软刷或刷布 清洗表面的污垢 用水彻底冲洗干净 直到表面洁白 之后将滤芯放回原本的位置 以顺时针方向转动 转动顶盖 并套上管盖 最后装上外壳 除了清洗 滤水器内的滤芯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就必须固定更换 首先把滤水器的外壳打开 然后把滤水机倒转置放 以方便拆开螺丝 小心松开机底的盖子 拉开机底盖子 你会看到 每个滤芯都有水管连接着 用所提供的工具 把滤芯的水管松开 把滤水机转回放正 利用所提供的工具 来打开滤芯的顶部 以逆时针方向 来转动滤芯 把滤芯转置松开 把滤芯取出 将滤芯倒转 利用所提供的工具 拉开底部管盖 换上新的滤芯 套上底部管盖 以顺时针方向转动 套上顶部管盖 将滤芯的水管插回 盖上机底盖子 将螺丝锁上 把滤水器转回放正 最后装上外壳 最后装上外壳 通常Pansonic天然纯净 滤水器的第一 第二 第六支滤芯需每年更换一次 第三支滤芯则每半年更换一次 而第四 第五支滤芯是永久性 不必更换 这也是它独特之处 测试一 滤检验 一杯是自来水 另一杯是Pansonic天然纯净水 现在我们做一个试验 滴入氯测试剂 不久后 自来水的水质开始呈现淡黄色 这表示水中含氯成分 而Pansonic天然纯净水 却是清澈透明 证明它不含氯 接下来放入青苹果 用青苹果轻轻地搅拌水 你会发现原本淡黄色的自来水 归附清澈透明 为什么呢 因为水中的氯已被苹果吸进去了 试想一下 我们每天都用自来水洗脸 清洗蔬菜 这些氯也会透过皮肤 食物进入体内 长期下来 我们身体所吸入的氯量是可想而知 测试二 PH值检验 一杯是RO水 另一杯是Pansonic天然纯净水 在这两杯水滴入PH值测试剂 很明显的 RO水呈现黄色 带有酸性 而Pansonic天然纯净水 呈现浅蓝色 这表示水是微减性 维持平衡的PH值 限凡购买Pansonic天然纯净绿水器 及附送六支绿芯 长达两年使用期 Pansonic关怀热线 请播 180088177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